大家好,我是何国民 欢迎收看吉隆坡时间频道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全世界各地都在封国封城 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大萧条 现在呢,很多国家的政府 都拿出大笔大笔的钱 来救济他们的人民 好,我们来看看 这些国家到底派了多少钱 给他们的人民 一亿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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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经济措施和配套到最终落实到人民的手上 每个人可以分到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订阅和打开这个小铃铛 首先我们来看看新加坡大派600亿美元的经济政策 不管是什么行业 政府替企业付75%的工资 还有所有新加坡成年人 政府一次性发放600元新币 我们再来看看马来西亚600亿美元资金怎么分 所有义务人员每个月将会拿到400到600元 警务人员跟出入境人员每个月将得到200块马币 每一位合格的单身人士或者是家庭 将会得到一次性500马币至1600马币 在封城期间政府支付所有的晚费 政府支付15%至50%的电费为期6个月 向政府租房的人士将得到6个月的免费期 退休人士一次性发放500马币 政府将支付私人企业员工 每人每月600至1200马币为期3个月 再来看看香港150亿美元怎么派发 所有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或者是永久居民 香港政府将一次性发放1万港币 美国将会派发2.2万亿美元给美国公民 大部分美国单身人士将得到政府发放200美元 美元至1200美元的一次性补偿 美国夫妻将会得到政府发放一次性400美元 每一名16岁以下的美国孩子 将会得到政府一次性发放500美元 如果你在这段时期失业了 在正常的领取失业金的情况下 政府还会特别发放每个月600美元 为期4个月 再来看看澳洲发放3200亿澳元的支付金 政府将一次性发放750澳元给所有的澳大利亚核格公民 这将会有650万澳大利亚公民收费 所有营收入少于5000万元的澳大利亚企业 政府将免收25000元的税 所有澳大利亚实习生的工资 政府将补助50% 英国的3500亿英镑又怎么分呢 所有可能被裁员的工人 政府将给予80%的工资 长达3个月 如果有需要还会再延迟 这是希望可以保住所有英国人的工作岗位 英国政府真是多钱啊 来看看加拿大那些没有待新假期 还有养老院的工人 还有那些因新冠肺炎需要被隔离的人 加拿大政府将会每星期发放450加元 为期15个星期 对于120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 和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 对于企业来说 政府将会支付10%企业员工的工资 好 节目的结尾 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的国家有派钱给你吗 派了多少钱 请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